嗨,我是Skyler,我目前是一个以G0B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生 这个专案的名称叫做Global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G0B已经从在地化的一个社群逐渐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从跨领域到跨文化是我目前对G0B的一个形容 意思就是G0B它其实是一个拥有开放新讨论的一个空间 还有去中心化的一个专案运作模式 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公民参与 并且致力于建议还有改善台湾的一些社会环境 那随着G0B社群的公民技术还有开源协作文化的发展 G0B的参与者或者是合作对象的文化背景也越来越多元 就像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研究计划 也就是我的毕业论文 接下来我会说明一下就是这个研究我希望去做一些什么 这个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实包含了G0B的参与者 又或者是和G0B拥有合作关系的一些公民科技社群 或是NGO或NPO 主要希望是可以探讨在化文化交流中 有哪些文化因素可能会对公民参与造成一些影响 再来是为什么我想要做这个研究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认为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有关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 这个部分其实会影响到就是公民愿意 关注还有协助提升社会环境的意愿 有关公民科技社群的开源还有协助文化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开放性 但是随着G0B的参与者或是合作对象越来越多远 所以我认为G0B需要跟多有关化文化交流 或是共同开源的相关研究 第二个部分就是 不管是G0B参与者文化背景的多样性 又或是可能其他公民科技社群 NPO或NGO 再尝试处理一个特定社会议题的方式 其实也有各自的文化 方式就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认为就是开源协助 还有文化差异的研究 有一定的必要性 这个研究其实也有助于就是国际的公民之间建议 更加顺畅的沟通管道 或者是协作关系 在这个研究可能会需要谁的帮助 第一个就是对于跨文化议题有兴趣的参与者 在这个部分 就是欢迎大家提供一些有关跨文化交流的想法 或者是可能分享 就是您曾经拥有过一些跨文化交流的经验 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知性研究 所以我会希望可以参 可以采访一些有关G0V的参与者 或是一些G0V的合作对象 最后会透过扎根理论 去建立一个暂时性的矿文化交流理论 再来就是如果有其他的想法 都很欢迎大家到HackMD 就是分享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 那我们也谢谢Skyler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蛮多的研究者也开始 就是来 先是从观察G0V开始 那有的也是不小心就陷入坑中 像MGD就是变成 对那个G0V十周年的 那个庆祝的就是主究 对不对 那我们下一个是 我们下一个是